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频道 在这里我们分享有关有趣科学概念的微学习视频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物制药、医学革命 生物制药是使用活细胞生产的药物 这些药物代表了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并有可能彻底改变医疗保健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什么是生物制药 它们是如何制造的以及它们对医疗保健的影响 什么是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是使用活细胞、例如细菌、酵母或哺乳动物细胞生产的药物 与化学合成的传统药物不同 生物药物是使用生物技术技术制造的 这涉及使用基因工程改造细胞 使它们产生所需的蛋白质 生物制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包括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罕见遗传病 它们通常比传统药物更有效且副作用更少 生物制药是如何制成的 制造生物药物的过程很复杂 涉及多个步骤 第一步是确定治疗疾病所需的蛋白质 这可以使用多种技术来完成 例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高通量筛选 一旦确定了蛋白质 下一步就是克隆编码它的基因 这涉及将基因插入载体 然后用载体转化将用于生产蛋白质的细胞 转化后的细胞随后在生物反应器中生长 生物反应器为细胞生长和蛋白质生产提供了最佳条件 然后使用一系列层系步骤从细胞中纯化蛋白质 最终产品是一种高度纯化的蛋白质可以用作药物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并且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质量控制 生物制药对医疗保健的影响 生物制药对医疗保健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们彻底改变了许多疾病的治疗方法 尤其是癌症 Herceptin、Avestin和Retoxin等生物药物 已成为市场上一些最成功的癌症治疗药物 生物药物也被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 与传统药物相比 这些药物非常有效且副作用更少 此外 生物制药具有治疗罕见遗传病的潜力 例如囊性纤维化和血有病 这些疾病是由单个基因突变引起的 生物制药可用于替代缺失或有缺陷的蛋白质 生物制药的未来 生物制药的前景一片光明 基因工程和细胞培养技术的进步 使生产更复杂的蛋白质成为可能 例如抗体和酶 此外 正在开发新技术以改进生物药物的递送 例如 纳米粒子可用于将药物直接输送到疾病部位 最大限度的减少副作用并提高疗效 安全性 生物制药通常被认为比传统药物更安全 这是因为它们是使用活细胞生产的 与合成化学品相比 活细胞不太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个性化医疗 生物制药打开了个性化医疗的大门 因为它们可以设计为针对特定分子 所以可以针对个体患者进行定制 这可以导致更有效的治疗和更少的副作用 经济影响 生物制药也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生物制药行业是GDP的主要贡献者 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 监管挑战 尽管生物制药具有潜力 但也存在一些监管挑战 因为它们是使用活细胞生产的 所以与传统药物相比 它们更难持续生产 这导致了对质量控制和安全的担忧 专利问题 生物制药也受到专利问题的影响 由于它们的开发成本如此之高 因此生产它们的公司通常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 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些药物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的担忧 环境问题 最后 生物制药的生产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使用生物反应器和其他设备会产生废物 并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 正在努力开发更可持续的生产方法 总体而言 生物制药代表了医学领域的重大进步 虽然它们带来了一些挑战 但它们有可能改变医疗保健 并改善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